从没见过这种事 海水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 全部变成了沙漠 如果世界上没有异地水 人类还能生存下去吗 眼前的一家四口 被困在加勒比海湾 距离最近的海岸线 至少有1400公里 他们呢 只剩下三天的15河水 除了被割潜的船以外 没有任何工具能离开这里 他们要如何自救呢 而海水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原来就在昨天 一家四口出海度假 金妈一个猛子扎进海中 准备来一场酣畅的自由泳 结果下一秒 她突然发现身体不受控制的 朝着反方向不断被推远 按照普通人的惯性想法 金妈肯定会认为 下面有不明生物 然而她潜入海中一看 却什么都没发现 但是在她看不见的海底深处 一群小鱼突然改变了游行方向 如果是因为风向 可此时此刻 风的方向跟鱼群是相反的 紧接着海水的推力越来越大 海浪却很小 金妈开始挣扎起来 她不断的呼喊救命 金爸呢 终于发现妻子的异样 立刻将妻子救上岸 虚惊过后 金妈以为这是海浪搞得鬼 虽然害怕 但是很快冷静下来 可没想到的是 到了晚上 他们的女儿跟男朋友视频时 突然发现 天空中出现五颜六色的闪电 紧接着通讯断开 手机也没了信号 随即 一大群鲸鱼浮出水面 不断朝海岸线游行 这些反常的现象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下面让脖子僵僵 金爸觉得很奇怪 以为他们是在躲避 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可他刚看了天气 没说会下雨啊 金爸心中有个不好的猜测 感觉可能会发生海啸 但这种下意识的惯性思维 也让他猜错了 只见下一刻 天空划过一颗大火球 砰的一声砸进海水中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又一颗火球突然降落 金爸赶紧启动汽艇离开 结果发动机转冒了烟 也没能挪开原地半步 紧接着 一颗大火球朝他们冲过来 金爸紧紧抱住一家人 或许是上天的眷顾 火球与他们擦肩而过 随即整艘船开始剧烈摇晃 他们穿上救生衣 金爸赶紧去联系海上救援 结果所有人集体陷入耳鸣 金妈不受控地留下了鼻血 最后所有人晕了过去 一夜过后 他们从昏迷中醒来 竟发现海水突然消失 整个海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沙漠 他们的儿子在天上放了一堆气球 希望能找到幸存者 金爸用指南针辨别方向 竟发现南北两极磁场发生倒转 于是他再次联系海上救援 随即电话被接通了 救援只告诉他 地球发生磁场反转 海水都去了南半球 而北半球一滴水都没有 更要命的是 磁场还会转回来 到时这里将再次灌满海水 而他们的船坏了 如果海水再次涌入 一定会没命 现在他们只剩下三天的食物和淡水 省一省最多坚持五天 可他们不知道 磁场什么时候恢复原样 救援者表示他那里有潜艇 可以在海水倒灌室保护他们 于是金爸金妈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即刻出发 可就在他们要离开时 一个男人带着一只黑狗 突然从远处走过来 应该是看到气球的幸存者 金爸看他口干舌燥 好心把水递给男人 男人喝下之后 眼睛却露出了邪恶的光芒 下一刻 金爸被一拳打倒 金妈立刻赶过去 谁知 男人竟拿起一把自制长枪 瞬间干掉了金爸 在末日背景下 黑暗森林法则一定会被启动 拥有资源的人类 将成为所有幸存者蚕食的目标 金妈痛苦地嘶吼 歹徒随之朝他走来 他赶紧往回奔跑 歹徒却把长枪猛然扔向他 瞬间划伤他的肩膀 此刻女儿在听音乐吃奶油 压根没发现身后的危险 金妈不敢停下脚步 他立刻回到船上 恐惧的情绪让他脚下一软 摔倒了地上 于是他拼命呼喊女儿 这次女儿终于听到了 赶紧和弟弟把妈妈扶起来 随即金妈锁住大门 将孩子们藏在沙发下面的柜子里 然后给了女儿一把信号枪 歹徒发现门被锁住 在外面气得又拍又踹 整艘船都在不停摇晃 金妈赶紧拿出一把匕首 躲到了洗手间 然后用胶布贴住伤口 与此同时 歹徒终于打开了舱门 走到了姐弟俩的藏身处 两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全身都被冷汗浸透了 甚至屏住了呼吸 歹徒没看到人 便离开这里找到一份罐头 一边吃一边找他们 只见他很快找到了厕所 结果这里空无一人 而这里被撞出一个洞 金妈现一步逃了出去 紧紧贴住船身 成功躲避歹徒的追击 可等他刚松了一口气 那只黑狗拦住了他的去 不停地朝他大声喊叫 随即金妈被黑狗瞬间扑倒 情急之下 金妈直接送他去了汪兴 歹徒听到动静 立刻跑出来查看 结果看到黑狗已经没了呼吸 金妈同时绕到另一侧 翻身上船 从玻璃窗钻进去 想要悄悄带孩子们逃跑 然而 歹徒早已守住歹徒 一拳打趴了他 金妈赶紧抓起匕首 却被歹徒一脚踩住手腕 然后抓住他的头发 一把拖到沙发上 狠狠打了一巴掌 接着歹徒骑在他身上 一边掐着他的脖子 身下还在不停运动 女儿看到这一幕怒从心头起 忍着恐惧 从柜子里钻出来瞄准他 打了一发信号弹 歹徒瞬间晕了过去 而信号弹的火花点燃了船舱 他们立刻拿上东西跑路 儿子想要带走父亲的尸体 他很自责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气球 父亲根本不可能出意外 而歹徒像打不死的小强 很快从船舱里逃了出来 金妈看到这一幕 只能强行带走儿子 下一刻砰的一声 船舱发生剧烈爆炸 他们在逃跑的路上 看到了因为磁场反转 导致金鱼失去航向 只能在沙滩搁浅 还有人类肆意破坏环境 扔在海底的油桶和垃圾 他们跑了很久 找到了一处躲避点 甩掉了歹徒 但下一个问题来了 由于刚才匆忙逃跑 他们只带了一个小水壶 而逃跑的时候 一多半水都漏在了路上 金妈把最后一口水给了小儿子 女儿看到妈妈重男轻女 当即跟妈妈吵了一架 这下他们彻底没水了 随即他们继续上路 竟找到了一架飞机 看来昨晚的火球 是因为磁场倒转 导致飞机失去方向 才发生意外 最后变成了从天而降的残骸 他们钻进里面休息 现在安静下来 每个人都为金爸的意外而伤心 但木已成舟 他们必须赶紧找到救援者 才不辜负金爸的牺牲 而救援者因为要守护潜艇 所以只能在原地等他们 到了早上 女儿被尿一憋醒 她出去在附近方便 可就在这时 那个歹徒又出现了 她准备从背后悄悄偷袭 结果下一刻 金妈猛然出现 用匕首狠狠刺中她的肩膀 原来金妈一直没放松警惕 随即接连几刀 直接送歹徒下了地狱 他们继续上路 走着走着 儿子突然发疯似地跑向一处水源 把头扎进去 疯狂地喝水 金妈和女儿赶紧把她捞出来 因为海水含盐量较高 会加剧身体脱水 甚至会导致丧命 而且谁能知道 这是不是其他幸存者的陷阱 所以果不其然 儿子的身体很快发起高热 此刻刺激倒转 促使太阳释放出更多的热量 气温直比50度 儿子感觉自己快要被烤干了 金妈和女儿找到了飞机的椅子 搭了一个检疫房屋 并给儿子注射了一剂抗生素 然后三个人在里面休息 可到了下午 金妈突然听到了诡异的声音 像是坚硬的东西在搓磨地面 金妈顿感不妙 她赶紧跑回去 叫醒孩子们立刻跑路 没过多久 他们竟找到了一艘邮轮 还有三个正在找物资的清洁工 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 谁知 三个清洁工看到后面的东西 立刻躲进集装箱里 并关上了门 金妈三人被挡在门外 那东西已经追了过来 他们赶紧爬到上面 金妈有伤在身 拖慢了速度 被那东西伤了脚踝 鲜血不断流出 她赶紧把围巾撕成布条 紧紧地绑在上面 而这些东西形似螃蟹 但背上有坚硬的红刺 只要被刺中 就会立刻昏迷过去 而刺猬蟹又从一处洞口钻入 疯狂攻击三名清洁工 没想到安全屋变成了斗兽厂 三名清洁工在寝客之间 都撬了辫子 金妈醒来之后 发现伤口还在不停流血 于是她拿出打火机 一口咬住围巾 将伤口烧熟瞬间止血 然后 他们在集装箱里 找到了一些水和食物 还拿走了他们的枪 但在刚才的战斗中 金妈弄丢了地图 无法找到救援者 于是她再次拨通电话 而救援者这边 也受到了刺猬蟹攻击 但她不敢休息 怕再也醒不过来 于是她发射了一枚信号弹 告诉了金妈位置 双方距离并不远 金妈这边赶紧动身 结果在双方之间 还有一处深邃的峡谷 这里是刺猬蟹的聚集地 也是会合的必经之路 他们只能选择进去 但走着走着 峡谷上方突然滚下石头 金妈立刻推开两个孩子 没过多久 石头封死了通道 金妈还被砸伤了腿 于是让孩子们先走 女儿却在另一边大声嘶吼 但金妈看着面前的阻碍 一边哭一边告诉女儿 让她去找救援者来救自己 随即上方再次传来响声 女儿不敢再犹豫 立刻带着弟弟逃命 从峡谷出来后 两人很快找到了救援者 女儿一看 救援者浑身是血 她彻底绝望了 只能一个人孤身去救金妈 与此同时 刺猬蟹再次出现 幸好金妈手里还有枪 她一枪一个 但这东西像线面一样 无论消灭多少 总是一茬一茬地出现 而她又跑不了 很快他们冲到她眼前 就在她放弃生还的希望时 女儿突然出现 从石头上面伸出手 金妈重新燃起希望 紧紧咬住后草牙 拖着一条伤筒 忍着剧烈疼痛 跟随女儿逃出峡谷 然而 那群刺猬蟹很凶猛 盯上目标绝不放手 此刻救援者已经没了呼吸 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三人立刻爬到顶子上 金妈让孩子们躲到潜艇里 她则拿着一把手枪 阻止刺猬蟹靠近 但刺猬蟹却越来越多 像洪水一般汹涌袭来 金妈的子弹很快便用光了 她也钻进了潜艇里 而刺猬蟹依旧不放弃 开始撞击玻璃 眼看潜艇就要被他们包裹 结果下一刻 姐弟俩突然被震惊了 他们看到海水重新倒灌 掀起200米高浪 看来磁场恢复了 金妈立刻让孩子们系好安全带 他们手拉着手 迎接海浪的撞击 一时间天摇地动 整个潜艇在不断反转摇晃 海水的压力再次让她流出鼻血 女儿不断呕吐 大家再次耳鸣陷入了昏迷之中 等他们醒来后 潜艇已经被海水带到了城市里 但眼前的一切 已经变成了废墟 面对末日之下的逃生 绝境中的生存 才是真正的难题 但经历过末日的他们 已经拥有了一颗强大的内心 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他们都必将抗争到底 本篇叫只要活着 本期问题 你已相近地球的大海 有一天会变成沙漠吗 绝对会扣31 绝对不会扣32 保持中立扣33 其实 此常倒转不容易发生 距离上一次倒转 已经过去了45万年 在海水褪去之后 大量垃圾呈现出来 正面此常倒转的灾难 正是人类破坏环境造成的 所以呢 我们要爱护环境 从小事做起 本篇好看 推荐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的我们就到这了 记得给波勒的熊永家族 点赞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